谢娜产后期天手更微薄,却似乎意外曝光两个女儿的小明。 2月1日,谢娜在上海剖妇产下了双胞胎女儿,正式升级为父母,这对结婚了六年之久的谢娜张杰来讲,无疑是最大的喜讯。 而张杰也马上化身为晒娃狂魔,晒完脚丫又晒手,还早早为两个女儿写了新歌Precious。 之前有网友透露,谢娜将会在2月8日出院,还很担心自己肚子上的伤疤不能完全愈合。 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谢娜的身体状况,以及两个宝宝到底叫什么名字。 谢娜在2月8日晚更新了自己的微薄,这也是她产后期天手更微薄。 并只是简单说了,冒个泡,祝快乐快乐,还付上了张杰的新歌,都认为只是祝大家小年快乐。 不过有细心的网友却发现这条微薄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并不简单,谢娜的这句话中貌似隐藏了两个女儿的小名快快和月月,网友直呼,有意思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娱乐圈很多明星情侣夫妻在私下都非常甜蜜,趁着今天情人节就给大家撒一把狗囊吧。 张杰和谢娜此前出国旅游,一起逛街时,谢娜包上的一个气球十分抢眼。 据报道,张杰是担心妻子人生的部署会走丢,特意买了一个气球,这样他就可以随时知道谢娜的位置。 有网友曾在伦敦街头偶遇周杰伦昆灵,更目击周董贴心帮妻子揉肩的画面。 两人婚后,周杰伦也经常带昆灵逛夜时,两个人享受着别样的小甜蜜。 近日,有网友在影院巧遇赵又婷高圆圆夫妇,散场时,夫妇二人手牵手离开,十分甜蜜。 此前,baby探班黄晓明,泪垮的黄晓明连戏服都没脱下来,就直接抱着爱妻躺在沙发上,十分甜蜜。 黄晓明,baby的恩爱还有很多细节,此前二人深夜现身,疲惫的baby坐在地铁里,头椅着站着的老公休息。 楚天都市抱训,图为谢娜和赖声川。 暗恋桃花园里,她饰演风骚幽默的春花,爱情是她骄傲的资本,再次接受赖声川作品《十三角关系》,她变成气腹,爱情成了她难以企及的珍宝。 芒果一姐谢娜将携《十三角关系》登陆武汉剧院。 虽然在剧中失忆爱情,但在接受记者邮件采访时她表示,现实中的爱情让她快乐。 十三角关系里,谢娜饰演遭遇丈夫被判的知名电台女主播,为了找回爱情不惜抛却自尊,直至失去自我。 谢娜说,在演这个花姐的过程中自己一直非常难过,也许你觉得她的行为十分可笑,但细细品味就知道特别酸楚。 剧中为爱伤感,戏外的谢娜则拥有温暖的爱情观,以前觉得轰轰烈烈重要,现在觉得信任理解才是真谛。 她说,婚后觉得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更快乐了,也许因为在家张杰是老大,我只用听她的不用动脑筋吧。 十三角关系中,花姐努力学习如何讨好丈夫,同为人妻的谢娜可有经验。 花姐错在不相信自己,但要我说经验还真没有,我跟张杰还要好好学习。 这个问题是失败的,头发业的问题。 感谢观看